旋律烟火照亮纽约曼哈顿夜空 睽違一年的美国国庆烟火秀回来了 梅西百货在纽约东河上 释放长达25分钟超过6万5千枚的烟火 堪称史上最大规模 经历一年多的封锁 不少摄影爱好者抢先到场卡位 拍摄这个庆祝美国战胜新冠病毒的烟火 美国总统拜登致辞把摆脱疫情 跟1776年从英国独立相提并论 还在白宫南草坪邀请上千名贵宾参加独立日派对 第一家庭在阳台上欣赏烟火 大家沉浸在欢乐气氛中 当天稍早 华府还举办了总统吉祥物的赛跑活动 第一夫人急而负责拉终点线 拍团体照时笑得合不拢嘴 看得出来非常享受这一刻 但当然不止他 看下私事还请来海军蓝天使特技飞行队 以及空军雷鸟飞行表演队在空中秀帅气特技 庆祝这个后裔国庆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